这一拳落在虚无 立刻崩溃了八方 仿佛掀起了一场风暴 横扫四周 直接碎灭了此地所有的意境 熬犬低吼 全身血光闪耀 在这血光里 有十八颗牙齿幻化 带着四药撕开虚无的气势 直奔忽颜老祖而去 轰鸣间 忽颜老祖喷出鲜血 身体再次后退 可刚已后退 孟浩化作的巨人 双手轰轰 排击而来 如击沙当初的黑色蝙蝠时 一模一样 紧接着 在这紫海上 又一个巨人 从海面上凝聚出来 更远处 第三个巨人随之出现 紧接着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一共七个 足有数千丈之高的巨人 在这紫海上 惊天动地 这些巨人一个个都是孟浩的样子 出现时直奔忽颜老祖而来 这是孟浩与紫海融合后 展现出的最强神通 这是当初 与黑色蝙蝠一战后 孟浩研究之下 能展开的最大神石 此刻七个巨人轰鸣 凹犬修为 全面爆发 血身一阵之下 杀鸡滔天 全部冲向忽颜老祖 眼看临近 毁灭之力 滔天 灭绝爆发 忽颜老祖的意境 失去了效用 被孟浩以紫海破开 他双眼赤红 披头散发 很是狼狈 此刻嘀吼一声 立刻 他身体外神通幻化 凝聚了一把千丈天刀 此刀漠然斩下时 轰鸣惊天 七个巨人 有四个崩溃 血熬的压制 碎裂的五个 但余下的 全部轰在了忽颜老祖的身上 孟浩余下的三个巨人 也轰向忽颜老祖 忽颜老祖 全身颤抖 喷出大口的鲜血 身体默然倒退时 披头散发 双眼露出疯狂之意 声音骤然回荡 你很好 孟浩 你很强 能逼得老夫到如此程度 你的确很强 但你还不是斩灵 你不是斩灵 没有元神灵仙 就注定了 不可能将我斩杀 而你 也注定了 你的死亡 斩灵 忽颜老祖仰天 发出一声惊天嘶吼 在她的嘶吼下 她的气势 轰然爆发 斩灵修为 显露无遗 更是在这显露中 她的身体肉眼可见的枯萎 眨眼间竟全部枯萎 甚至出现了消散 几乎瞬间 她的身体就彻底的灰飞烟灭 可随着肉身的消失 出现在了天地间的 赫然是一个灵体 如同元鹰 但又与元鹰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身体半透明 但却有一股仙意 赫然存在 这正是忽颜老祖 这具分身的灵仙 斩灵 又称斩凡 斩灵以下即是凡 斩灵以上才是仙 斩去了凡俗后 元鹰消失 凝聚出元神 又称灵仙 这元神灵仙轻易不显 唯有退去了肉身 才会出现在天地之中 甚至对于元神灵仙而言 除非是自身真正的肉身 否则的话 哪怕是凝聚出了分身 也都与元神灵仙契合不够 如此一来 退去了肉身后 忽颜老祖的元神灵仙 才可以展现出来 真正的斩灵神通 孟浩化作的巨人 此刻双眼都露出明亮之芒 盯着忽颜老祖的元鹰灵仙 与忽颜老祖这一战 对孟浩来说 收获不小 他对于斩灵的了解更多了 原来斩灵已没有了原因 而是凝聚出了元神灵仙 孟浩双眼闪动 明目更多 他脑海中的斩灵的路 也都在这一战中清晰了不少 斩灵 取竹 忽颜老祖元神灵仙在半空 开口的同时 他双手抬起 左手拇指碰触右手食指 右手拇指一样碰触左手食指 形成了一个四方块 向着孟浩摇摇一照 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 立刻天地轰鸣 风云色变 孟浩化作的紫海巨人 在这一刻猛然间全身震动 一股似乎来自苍穹 来自天地 来自整个世界的排斥感 在这一瞬 轰然爆发 这股排斥 仿佛整个世界 整个南天大地 都在向着孟浩这里 显露出了敌意 如同是云云众生 在这一场 连同天地间的草木 生灵 一切存在 向着孟浩传递出了 强烈到了极致的排斥 更是隐隐间 仿佛有无数个喃喃之声 形成了嘶吼 回荡八方 滚 这声音 这声音如同是整个天地的意志 在这一刻的排斥 似要将孟浩驱逐 孟浩化作的紫海巨人 轰得一声崩溃爆开 还有四周其他的巨人 也都在这一刻 崩溃碎裂 敖拳 污叶一声 身体一样轰鸣 生命之力急速的消散 但却并没有崩溃 因为它是斩灵 这样的驱逐 唯有斩灵 才可以抵抗 一切斩灵以下 在这驱逐中 都要死亡 这就是原神灵先之力 血身崩溃 随后再次凝聚 可很快就又崩溃开来 紫海翻滚中 海水下的孟浩喷出鲜血 他的脑海轰鸣 他听到了整个天地 云云众生 所有的生命的嘶吼 滚 滚 孟浩鲜血自此喷出 身体喷的一声 从紫海下直接飞起 在半空时 耳边天地之音 又一次传来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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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这里 滚出这片天地 滚出南天大地 无法形容的排斥 让孟浩身体不断地后退 不断地喷出鲜血 这种神通术法的强大 冲出了孟浩的想象 眼看着排斥之力 越发强烈 甚至在天空上 这一刻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其内传出犀利 仿佛要将孟浩吸入其内 彻底从南天大地上驱逐 我生在南天大地 这里是我的家乡 你区区一个斩铃而已 有何资格来将我驱逐 孟浩在半空 声音传出时 他神色骤然露出果断 右手在锄道上一拍 直接取出了血色面具 这血色面具在孟浩修为 开启第七命后 作用已经几乎没有 可当熬犬苏醒时 孟浩却是从这血色面具内 感受到了一个惊天的神通 这神通孟浩本打算 是作为杀手锏的 可眼下却必须要用了 他毫不迟疑将这面具直接戴上 再戴上面具的刹那 孟浩的一身轻袍 直接成为了血袍 他的长发刹那成为了红发 他的身体外 血光一瞬滔天而起 血傲 我的血仙之灵 我的护道之权 以血仙万古岁月前的法则 融入此面 将你的修为 成为我的修为 让意境改 让万古变 让血仙之影 降临 孟浩话语一出 声音带着沧桑之意 熬犬全身一震 双眼露出奇异之芒 在这一刻 毫不迟疑的呼啸而来 庞大的身体 刹那化作一道鸿芒 闪电般直接出现在了孟浩面前 瞬间融入孟浩的血色面具内 在凹犬融入面具中的刹那 孟浩的身体轰然一震 他的气息骤然膨胀 他的头发无风自动 他的衣袍急速飞舞 他的神石在这一刻 不再是九千九百九十九丈 而是直接爆发一万丈 别看只是增加了一丈 这一丈 却比之前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丈 还要重要 因为这一丈 代表了凡仙之间的差距 这一丈 代表了仙 孟浩的修为在这一刻 也轰然爆发 他的身后赫然出现了一道 血色的虚幻身影 这身影坐在一张血骨大椅上 戴着面具 头发飞扬 若仔细看 那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正是太厄一族的血仙 这一刻的孟浩 融合了血骚的修为 人应大圆满之上 凭空的多出了一股 不属于他的修为 融合在一起雷霆轰鸣间 孟浩的气息骤然爆发 一股斩铃的气势 直接掀起轰动苍雄 在这一瞬 他自有所差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但很快就收回目光 与此同时 高空中 那三位斩铃老祖的神使 顿时传出强烈的波动 显然被孟浩这一幕再次震惊 他发现我们了 没想到他居然能借来斩铃 胡言老祖这句分神 要云落露 此子 或许我们不能这么称呼他了 这位孟浩道友 就算还不如我等 但也具备了 与我们平起平坐的资格 三人立刻更为凝重 隐隐对孟浩那里 已有了强烈的重视 斩铃波动 扩散八方 孟浩头发 无风自动 修为轰鸣滔天 这斩铃不属于他 而是他暂时拥有 就连异境也不属于他 而是属于当年的血仙 在修为攀升 借到了斩铃之后 孟浩的身体外赫然出现了 他的方寸剑 甚至在他的脑海中 在这一刻 模糊地感受到了 血仙的意境 但却无法运用 只是模糊 似乎这意境并非是 与血有关 很奇异 仿佛蕴含了等待 蕴含了一股 对美好的追求 如同一朵绽放的血花 在孟浩修为 借到了斩铃的刹那 这天地间对他的排斥 立刻被削弱了大半之多 甚至天空的漩涡 也都在这一刻 消失无影了 忽延老祖神色露出无法置信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站到了这个程度 孟浩这里居然还能给他震撼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如此恐怖 他 莫非他是问道转世 又或者 他是繁体仙魂 就在忽延老祖 骇然的瞬间 孟浩抬起了头 他感受了一些体内难以去衡量的力量 这股力量 他无法支撑太久 算起来只有二十息的时间而已 此刻他没有丝毫迟疑 全身血光闪耀时 孟浩右手默然抬起 向前掐绝一指 残云血雨 海滔天 血仙传承最后三世 以血仙之身 斩灵之羞 在这一刻 直接展开 天空是红色的 紫海在这红芒中 沉溅成了黑色 远远一看 黑色的海 红色的天 这黑红之间 似又绽放出了紫 形成了一幕精湛的画师 也都很难勾勒出的画面 天空有云 此云残 苍穹有雨 此雨是血 海在咆哮大浪卷起 似于滔天 这海 是邪海 与紫荣河成为了黑血 残云 血雨 黑海 这三种事物 在这一刻 形成了血仙的神通 此神通 气势磅礴 惊天动地 残云起 忽阳老祖 元英灵仙 顿时四周起了雾 雾浓成云 云出 顺残 红的一声 云雾直接碎裂崩溃 连带着忽阳老祖的元神灵仙 也都在这一刻 传出了凄厉的嘶吼 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无法闪躲 无法抵抗 这整个世界在这一刻 规则被改变了 法则不再属于他 而是属于孟浩 亦或者说 是属于孟浩身后 坐在古椅上的 女子身影 残云不断 因为有风在卷 风卷残云 轰鸣惊天 忽阳老祖的元神灵仙 在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 一连轰鸣了十多次 一连退后了数百张 不断地崩溃 不断地轰鸣 使得忽阳老祖元神几乎要碎灭 他骇然中带着无法置信 更有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首次降临 与此同时 残云之中 苍穹降临的血雨 在这一瞬带着惊人之力 如整个世界的另一种排斥 化作了雨滴 从四面八方直奔 忽阳老祖而去 残叫传出 忽阳老祖越发骇然 心惊肉跳 身体轰得一声崩溃 重新凝聚后 再次被八方子语 呼啸而来 这整个世界的这一刻 整个天地 在这一瞬 仿佛成为了血雨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 一切生命 都要葬在血雨里 可这 还不是真正的杀鸡 杀鸡在黑海之中 海滔天 天滔海 黑色的海水 本是紫色 融了血雨 成了黑色 这黑色的海 直接滔天而起 意识之间分不清 上与下 哪一个是天 哪一个是海 如同彻底颠覆 彻底扭转 轰鸣回荡 残云 血雨 黑海 形成了血沙 生死危机的强烈出现 使得忽言老祖 在这一刻 有种强烈的预感 若他再没有什么措施 那么自己 必死无疑 这在之前 若有人告诉他 会死在孟昊手中 那是华天下之大吉 可眼下真正出现在忽言老祖面前的 他已来不及去震撼 来不及去骇然 而是心神震动中猛的抬头 向着天空 传出一声嘶吼 三位老友 助我斩杀此人 不管成败 老夫都愿送出至宝 在他开口的同时 天空上 那三道斩灵神石 彼此立刻露出灵力之芒 此战 也没有必要继续看下去 他这分身 注定陨落 这孟昊 他能一容紫海 惊异不要招惹 云天大步 红袍童子 大有深意的开口